一人施博宇日前在录制节目真人秀一拍即合的我们时 与印堂少女303的张亦凡合作 重演戏剧的经典画面 不料随后张亦凡的粉丝却爆料 施博宇在拍摄时擅自加吻戏 残遭女方的粉丝谩骂 所有节目组也立即发声表示 一切表演都是在尊重剧本的前提下完成 而南方所属的经纪公司 在保持沉默了一个星期后 才终于发布声明强调 施博宇完全是照着剧本来进行排演完成作品 并且在拍摄过程中都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出演 也很尊重剧本和合作伙伴 结果却被网友散播不实内容 不但已经涉及违反法律 也严重损害了艺人的声誉 经纪公司更犯话会对造谣者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也公布了详细的剧本内容 证明剧情确实安排了吻戏 霸气维护艺人的举动 获得不少网友大赞